今天说独消第一季第六集 巴布罗建立了一套针对警察的悬赏机制 从普通警员到高级官员全部明码标价 麦德林集团的杀手们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 都会借悬赏来增加收入 这个悬赏机制害死了麦德林一千多名警察 由于加兰的前车之鉴 美国政府派莫菲拜访继承加兰事业的总统候选人加维利亚 希望给他提供更多帮助来保护他的安全 加维利亚虽然委婉的谢绝 但还是把老婆孩子送去美国 自己好全身心投入竞选活动 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例行监控中 发现了巴布罗手下头号杀手毒药 从机场接了一个人 莫菲从哥伦比亚警戒高层老苏口中得知这个人的名字 从中央情报局的绝密档案室里 查到了这个人的详细资料 莫菲大吃一惊 这个人是西班牙恐怖组织埃塔的成员 埃塔组织擅长用炸弹定点暗杀政府官员 毒药街的这个人正是埃塔里最优秀的制造炸弹专家 巴布罗用5000公斤可卡因把这个专家请来 策划用自杀式袭击暗杀总统候选人加维利亚 炸弹专家用技术证明自己并不是浪得虚名 将制作好的高爆炸弹藏在录音设备里 巴布罗从集团新招的员工里挑选了一名叫大宝的年轻人 为什么选他 因为大宝刚有了孩子正发愁没钱买奶粉 而且大宝非常实在 通俗的说就是有点傻 巴布罗亲自登门还带了礼物 告诉大宝任务非常简单 再去卡利市的飞机上录下旁边人的对话就行了 完成任务你就是集团的正式员工了 再也不用发愁没钱买奶粉 你看要是不实在的话怎么能相信这种鬼话 小潘和卡里略上校带苏部队正准备去卡塔赫纳抓捕嘎 嘎嘎嘎在卡塔赫纳的别墅里跟儿子聊家常 他这个狗儿子没什么教养 老爹正跟你谈话呢 他却只顾着调戏女佣 生性多疑的嘎嘎怀疑起了纳维根特 连夜带着儿子去了别处 小潘和卡里略扑空 不过路上射卡的队员抓到一个可疑的人 深得卡里略沟通技巧的小潘问出了嘎嘎的位置 嘎嘎的狗儿子还在念叨着女佣 气得嘎嘎鼻子都歪了 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东西来 苏部队这时已经赶到双方激烈交火 买的导弹还没到货的嘎嘎用火箭筒跟苏部队玩命 眼看顶不住带着儿子跑了 小潘坐着直升机追上 嘎嘎的狗儿子吓得尿了裤子 在车上被击毙 嘎嘎是真的不怕死 拿着手枪打直升飞机 最终恶贯满盈的嘎嘎被击毙 这一天是1989年12月15日 这是搜部队成立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总统候选人加维利亚和团队在机场 正准备乘机去卡利市出席竞选活动 莫菲赶到劝加维利亚改变形成 与此同时巴伯罗的手下也把大宝送到机场 把装有炸弹的录音设备交给他 在飞机要起飞的时候 加维利亚的保卫科长爱德华 终于接受了莫菲的建议 众人离开机场 大宝第一次坐飞机很兴奋 心里憧憬着以后的幸福生活美滋滋 飞机起飞后 他用颤抖的手按下了录音键 本集完 谢谢 谢谢